大家好,又是我,你爱的自动学SR 视频开头,点赞三连 小只祝你今年身体健康 谢谢大家 再问一遍,你们想我了没啊? 没有吧,没有才好 已经大男人偷偷的在想我 说实话,还挺吓人的 这两天查了一下之前的私信 发现有很多的同学都想让我讲一下 《晚餐万记》送外卖 据说是一本前期好看,后期崩盘了的书 那到底怎么样的书才可以称得上是崩盘的书呢? 我突然也有了点兴趣 所以理所当然的,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进入小说的世界 试图小队,立刻出动 故事的一开始,作者直接点明了阿诚的身份 是一名外卖员在送餐的时候 因为堵车导致了订单延迟 这让顾客有点暴躁 抱怨了解决后,威胁要给差评 面对的这种用户,原本是这样描述的 阿诚俊美而年轻的脸上神色一变 他握了握拳头,深深地看了这个女人一眼 眼中平静,却包含一种莫名让人心悸的力量 这眼神,蜜神 不像是外卖员的眼神 倒像是全掌天下的上位者 不得不说,这一段真的有都市为内卫了 怎么的,你还想打人啊 说了这么多,你不就只是脸色一黑吗 扯啥呢 然后剧情一揭,阿诚成功觉醒了系统 名为万界外卖系统 简单来说,就是各种有名气的角色 陷入饥饿时,进入他们的世界 给他们送餐 只要成功,相对于会得到功法、宝物 甚至美女 乖不,这也太过于真实了吧 系统给的第一个任务,自然属于白送经验的类型 新人任务嘛,你们懂吧 阿诚非常轻松地完成了这一项挑战 身体属性得到了如同兵王一般的加成 还得到了许多的技能卡 回到现身之后,阿诚自然是要继续送餐的 送餐的对象,是一个坐拥百亿资产的美女老板 并且刚好在300平的办公室里 坐着瑜伽,还是比较色气的造型 这一切还全部被阿诚看到了 我的妈诶,美女总裁 上班的时候,你到底在干什么呢 你能解释一下吗 不过阿诚是见过世面的人 果断选择了无视了他 这让美女总裁第一次对自己的美貌产生了怀疑 这不可能 结果巧了 刚好这时候混进了四个杀手 打算直接干掉小唐 阿诚自然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一套军体拳打出 两秒钟以内,四个杀手全部倒在了地上 失去了战斗力 看见面前这个飘逸的男子 小唐觉得自己已经完全的喜欢上他了 但阿诚走得太快,没留下任何信息 于是他命令手下,不惜一切代价 一定要找到他 那个,你们那儿送外卖都不留电话的吗 在这里要介绍一下设定 阿诚的家族本是金城四大家族之一 结果不幸衰败了 这就导致阿诚混得特别惨 只能和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大美女妹妹住在一起 嗯? 而今天,恰好是妹妹他的生日 原本的门友,刘家的两个直系大美女 小一和小玉也过来看他 曾经的小玉和阿诚是有过娃娃亲的 但现在,因为家族衰败早就已经不算数了 在听说阿诚还在送外卖之后 小玉鼓励他不要再做这个工作了 还是应该好好学习,争取更好的未来 结果阿诚就发飙了 嗯?很快第二个任务就来了 午后最近因为没有胃口 想吃一些新鲜的玩意儿 这个订单就到了阿诚的手里 于是圣诞着,他给午后 随手打包了一份黄焖鸡米饭 把午后吃的那叫一个开心啊 丝毫不顾及祖迅 当场决定把他分为郡王 还把敌人节的抗龙节赏赐给了他 啊? 完成两个任务的阿诚 信心彻底爆棚 盈盈的觉得自己无所不能 就是倒霉那些被安排打男主脸的群众演员 才刚出来就被狠狠地削了一顿 变成人人嫌弃的存在 所以说,闲着没事 千万别跟落魄少爷置气 谁知道他们有啥臭能力啊 直接找冰王,整死他们就完事了 之后剧情上,男主又接了几个任务 甚至包括了石家庄赵子龙和莫扎特 别问他们是怎么沟通的 这个世界,统一用语都是普通话 你们明白吧 就这样,又白嫖了几个技能 直到这个时候,作者才给出了设定 原来在系统世界中 发生的事情并不是虚假的 是会影响到真实世界的 历史和现实之间的交汇 这还有点意思了 刚好整个学校要组织开学会演 众所周知,像这样的比赛 唯一的作用就是让男主装逼 阿诚果然不如实 局部完全统计 在短短的一场会演的时间中 阿诚表演了一首震惊全国的钢琴技术 一首威震滑下的武林功法 顺带还把两个爵士大美女的好感度提满 反派肯定不服啊 就你,一个落魄的少爷 凭什么这么厉害 我马上喊人干死 让你连书都录不了 没错,反来的正是阿诚最开始救过的小唐 开着马沙拉蒂就飞奔过来了 围观群众都在惊呼 完了,阿诚外卖员的工作保不住了 这可怎么办 啊,这都需要担心吗 但小唐怎么可能去针对自己的救命恩人 当场给了反派他最爱吃的大尔瓜子 并且将他开除 从社会上彻底抹出这个人任何工作的机会 说实话,这一段书当时看得我脑人疼 主要也不是因为别的 如果你们有兴趣 可以去瞅一眼 估计都得跟我一样 这作者的感单号用的实在是太多了 总让我感觉这个世界所有人讲话 都是在深思历劫的大吼 还有很多迷之分断 差不多效果就是这样 你们凭什么说我没用 我要你们去死 尤其是阿诚跟个神经病似的 你这是在ROP吗 这还就是都市玄环文的男主 不愧是要居临天下的存在 我是真的服了 根本看不下去 这哪是前期好看 后期崩盘了 有一说一 你们真的是有够为玩 这书就是一直在崩盘 男主装逼就没个玩 不管是谁都是打脸一套带走 真的够够的 后期的剧情估计会更寒 我都有点不敢看 所以这一期就算是给大伙试试水 这个时候有观众朋友就要问了 那么想要不被打脸的话 该怎么办呢 很简单 只要你拥有一张干净无瑕的脸 哪怕是男主 他也不好意思下手 那么怎样才能拥有这样的脸 很简单 在这里就需要用到一些很牛逼的道具 你们懂吧 现在压力这么大 我们需要更好地呵护自己 首先当然是呵护我们的脸 这可是龙奥天男女主 征服美女帅哥的第一步 你们有没有容易长粉刺痘痘的地方 有没有经常觉得 自己的颜值被耽误了不少 其实天上地下 唯我独尊的阿诚 也是个皮肤自带小油裤的骚脸 油脂和脚趾混合 在餐点小灰尘 毛孔一堵塞 这可不是打两套均体圈就能疏通的 那咱们办 想要缓解粉刺 预防痘痘 截面仪来 大面积刷毛裙 长屏声波震动 你不单身200年的手术 根本没法比 预防痘痘 全靠它帮你点属性 你说是就是 那证据呢 哎 早就有海外实验室 证明了截面仪 在去除皮肤油脂 和保护脚趾之间的平衡 做得很好 并且不会引起临床相关皮肤疾病 事实胜于雄变 所以啊 如果你真想预防粉刺痘痘 我建议使用 能源素加的截面仪 效果特别好 而且颜值上就征服了我 颜值既正义 刷毛又软又多 不伤脸还舒服 使用感满分 八个档 简直就是打炮高手 哎 别想歪 专业的就是不一样 做了个对比 清洁力明显强于手洗 想预防粉丝痘痘 手和截面仪 谁个牛逼 还用说吗 IPX7级防水 甚至你洗澡的时候 想做点手 也是可以的 喜欢化妆的女生 看一下这款 等一下 我真的有女粉吗 比男款多一个加热功能 配合护肤品按摩 简直爽爆 男生的话 新年或者情人节 送女生什么 我就帮你到这了 有智慧的人 都知道预防问题 永远大于解决问题 即使你现在还不长 还下巴以后的粉丝痘痘 扼杀在摇篮里 男生吧 大多数脸比较油 实不相反 我坚持使用 截面一好一段时间了 鼻头竟然真的 洗出过白白的粉丝 经济长新痘痘的趋势 略有消停 看着自己皮肤一好 逐步提升的颜值 我甚是欣慰 但是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正确使用 才能有效预防痘痘粉刺 萌原素佳 治检售后有保障 365天任何治疗问题 免费换新 绝无废话 你大可以放心 女生不想化妆闷痘 护肤瓶不吸收 男性也不想油光满面 满脸痘痘 去评论区领券下单 全店通用 节日礼物 也可以早早准备起来了 最近疫情严重 也不能出门 宅在家的日子 不能光长肉和长痘 总得做点什么吧 比如用洁面一护护肤 说不定下次出门的时候 你就是整条街上最亮的仔 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 少出门 勤通风 多洗手 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喜欢的话 请一定三连支持